解决不了的问题 前几天我碰到我一个朋友 我朋友很喜欢办活动 是个活泼的人 他们公司只派他负责尾牙餐会 年终尾牙总是少不了订餐厅 抽奖 员工表演等活动 这些工作 我朋友一个人没办法完成 于是他们老板要公司内各单位派人支援 大家组成工作小组 共同努力 我朋友觉得有人帮忙 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没多久他们开始第一次工作会议 我朋友就发现一件严重的事 各单位派来的人都是被逼来的 工作小组的人根本没兴趣帮忙 原本的工作就忙不完了 哪有时间搞这个 我在公司就是要低调 还上台表演什么 我朋友虽然觉得很无奈 但还是要继续 他开始分拍工作给大家 一起分工进行 过了不久 大家回报工作进度 没想到大家都漫不经心敷衍了事 苟且完成工作 根本没有好好做 大家愿意来帮忙已经很给面子了 还想要求做到多好 我朋友担心 这样下去 尾牙肯定乱七八糟 他很想去跟老板反映这问题 但这些人也是他同事 跟老板报告 不就是摆他们一道 环境中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解 制度不明确 让你难以有所表现 同事不努力 害你烤鸡受到连累 环境不配合 让你能力无法发挥 你周围的这些问题 的确深深的影响了你 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你的付出会更有意义 但这些问题 你怎么解 跟老板反映问题 会不会被当成打小报告 对上级提出建议 主管会不会不在乎 解决这些问题 会不会惹出更多问题 你要思考的 不只是这问题怎么解 你还要思考的 是这问题值不值得去解 组织的制度 同事的支持 环境的限制 都不是你能轻易改变的事实 既然条条大路通罗马 碰到路上有障碍 未必要把路打通 换一条路 也是好选择 事实不尽人意 与其花时间改变事实 不如训练自己 在不如意的环境下 变得更强 如果真心喜欢办活动 那把工作一个人全包 不也是难得的学习 要扛下所有工作 还是彻底改变公司文化 问题怎么解才是最好 只有你自己知道 人生处处充满问题 许多问题不值得解 转个方向海阔天空 让问题不再是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